鲸鱼怎么养才能活 苏鹏,职业寿医师,犬猫皮肤病,神经内科专科医生 除了养狗狗和猫猫之外,养乌龟和鲸鱼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有的主人心智冲冲地将购买的鲸鱼放到鱼缸装 结果没几天,鲸鱼就出现死亡或生病的情况出现 这是因为没有及时将鲸鱼处理 以及没有做好相关的饲养设备 一般新买来的鱼需要经过过温 所谓的过温就是让鲸鱼熟悉一片即将生活的水温 其次就是过水 这一步目的就是从鱼上那边的水质逐渐适应家里面的水质 然后对鲸鱼的饲养的鱼缸进行消毒处理 最大限度的减少病原体的滋生 也能够减少与生病的几率 消毒可以用高母酸钾对水吸食后 让鲸鱼浸泡15-30分钟 期间也需要观察鲸鱼是否有出现异常 最后也要准备一些制氧的机器和水质过滤器放在里面 然后再进行四位鱼食 此外,日常除了观察鲸鱼之外 也需要经常观察鲸鱼的活动状态 及时发现问题 这样才能将鲸鱼养得更久